主席 是不是可以请那个防务部部长 罗部长 请罗部长 还有那个国防部 廖专门委员 请国防部 政风市 廖锦生专门委员 有委员好 部长好 还有司法院蔡厅长 请蔡厅长 几位好 刚刚已经有很多的委员 都咨询过最近所发生的 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 发生的这些案件 那从这个案件 也让大家发现说 原来我们这个所谓的 白色恐怖的幽灵 戒严时期的幽灵 并没有消失 仍然继续存在在戒严之后 这么久的时候 它依然存在 那依然存在 最主要的当然就是 我们的转型正义 一直没有做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 好 一个宪兵 宪兵队 那就可以去对 一般的人民 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直接到家里去 然后去搜索 扣押 讯问 那当然这里呢 牵涉到刚刚其实 大家一直在讲的 就是说 好 宪兵 他到底 有没有这所谓 去侦办一般的案件的 这样的一个权限 那这里就牵涉到 宪兵他是隶属于国防部 所以我想要先请教国防部的 就是国防部的权责里面 有没有侦办一般司法案件的权责 请国防部回答一下 请国防部回答 这个业务 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国防部的法律事务师的 承拔人再回答 好 张小姐 能稍微快点吗 我时间宝贵 国防部 点国防部的执掌里面 应该很清楚 国防部你们的执权 有没有侦办一般司法案件的权责 报告委员 是没有的 没有 对不对 好 国防部没有 然后在 宪兵队 宪兵队是不是属于国防部的 是 归你们管辖嘛 对不对 所以他有没有去侦办一般司法案件的权责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一块说 他是溢出你们国防部的权责 他可以不受你们管辖指挥 然后自己就可以跑去主动 侦办司法案件的 有没有 我一到宪兵勤务的规定 宪兵立属于国防部 掌里军事警察 并以刑事诉讼法规定 监理司法警察 如其他法令有规定时 则服刑其锁定 请问 对 ok 所以他监办司法警察 这个司法警察是因为在我们的军事审判的时候 有所谓军事审判的这些的案件 所以军事审判的案件对于这些的军人 他能来要有司法警察的 司法调查的这个权限嘛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不是应该限于是属于军人的 就属于以前的军法 或是在现在军法这个已经全部归属于到 我们的这个司法的体系 只留下战时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的权限是不是应该限于 在战时的这些跟军人触犯到 不管是陆海空军刑法 触犯到所有的这些刑法 那当然这时候宪兵他就有去侦办 这些的案件的这些的权限嘛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是 好 法务部是不是 是 是 司法院 报告委员 我们从现在的这个 宪兵请务令这个第一条来看 他是说宪兵依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监理司法警察 所以呢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似乎从这个规定来看呢 宪兵他在这个办理刑事诉讼法 来做这个司法警察的勤务的时候 是要以刑事诉讼法来认定他的范围 好 那依照如果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话 他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来做这个勤务的话 他是不是要受检察官的指挥监督 还是要受国防部的指挥监督 是检察官 受检察官对不对 所以今天宪兵大队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依照他们所谓的政治作战部的指挥 叫他去做侦办可不可以 司法院可不可以 如果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他们是必须要依照检察官的指挥来 是一定要有检察官嘛 对不对 所以他只是辅助检察官去行使侦办的 这个侦察的这个工作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他是辅助性的 他能不能主动发动侦察权 可不可以 司法院 跟委员报告 我们查的结果 他这个在刑事诉讼法里头呢 他这个宪兵队的长官 在这个229条里头的是属于辖区内的宪兵队长官 他才有司法警察的身份 可是如果是230条的宪兵队的官长 那么他这个是本身他就具有司法警察的 这个没有辖区的限制 那但是像这种规定呢 他们在我们刑事诉讼法 在230条里头呢 他们是规定说他有协助检察官来侦察犯罪 那231条是说要依照检察官的指挥 所以现在目前都是 我们从法律上来看 应该是要接受检察官的指挥 但是实物我们不了解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他都必须要是安得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 对不对 去做所有的这些的侦察 或是询问 或是扣押等等的这些的行为 但是今天可不可以 他检察官完全不知道 然后呢 宪兵队他依照政治作战队的长官的命令 然后就去对人民 做一些的搜索扣押询问的这些举动 可不可以 检察官完全不知情 搜索要搜索票 搜索票必须要透过检察官来申请 除非他另外无票的情形是另外无票的情形 那我们在紧急搜索的部分呢 这个有一个131条地下进行搜索呢 是检察官检察官跟司法警察局司法警察官 他都可以做 只是事后呢 他要有一个向法院承报的程序 好 那请问法务部部长 就是说这件事情 在事情在这个昨天报导出来之前 这个宪兵大队有没有把他们所扣押的这些的案件 还有就是有没有向我们的这个法务部这边的检察官 有没有报告 在媒体报导出来之前 这件我不能确定 因为我还没有去追问到这个细节 但是没有透过检察官去申请搜索票 这一点应该是比较清楚 好 没有去 当然很清楚的是没有搜索票 然后他才要去叫当事人 当然半胁迫的这种方式的 去叫当事人签一个同意书 那我这里想要请教的司法院的就是 当事人签了一个自动的 这个所谓的自动搜索同意书之后 这个东西要不要再回到检察官 要不要再去跟检察官报告 还是这个东西就直接好 我这个就去搜索了这个 这个宪明大队 他自己叫当事人签了之后 然后搜索的东西 我就自己就藏起来就私了了 可不可以 那个司法警察他协助检察官来侦查犯罪 他所得的犯罪资料 应该是要移送给检察官 好 都要移送给检察官 所以这件事情从2月19号到昨天报出来 昨天已经是3月6号 这么长的时间 早就超过所谓的3天的时间 这么长完全没有向检察官报告 也完全没有把这些他所扣押的证据交出来 这样子合不合法保护不 报告委员 所谓3天是透过检察官向法院申请 就是同意搜索的这件事情 就是追认到底同不同意 这个前面的紧急搜索 但是并不是指说要移交资料的时间 关于移交资料 法律并没有规定什么时间要移交 所以他也可以不用移交 我不敢这样讲 如果依照正常的情况 今天是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 然后今天所有的这些的所谓的司法警察 然后他们去搜索去扣押 然后所得的证误 或是他询问的笔录 是不是全部都应该回归到检察官这里 让检察官再去接续去办案 是不是应该这样 是应该这样 但是什么时候移交 可能也要看检察官怎么指挥 因为有时候得到的资料 还需要司法检察协助去解读或分析 所以什么时候移送 是要看检察官的 那现在这里我们就出现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漏洞 就是说今天他不是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 检察官也不知情了之下 然后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国防部 这个政治作战的一个 政治作战部的一个长官的一个命令之下 他就去进行这个所谓的搜索扣押 那因为他没有搜索令 所以呢他就叫当事人去签了一个自动的同意书 然后所搜索的东西也完全没有回到检察官这一边来 那但是国防部他本身又没有所谓的去侦办 一般民刑事案件的这些的权限 这里是不是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报告委员我想这分两个部分来讨论 一个就是说他有没有强制搜索 如果他有强制搜索的话 那他当然要照行政那个刑事诉讼法的程序 要去向检察官事先去透过检察官申请搜索票 或者事后要经法院的这个认同 那但是他如果是一个自愿搜索 等于是说不是强制性 而他这个调查的范围程度 要到什么时候才要通知检察官 请检察官指挥 其实每一个具体的个案都不一样 像警察在侦办犯罪的时候 他常常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调查 但是警察侦办犯罪会完全没有检察官的指挥吗 完全 不是不是他不是完全没有 他是到一个阶段之后才报警检察官来指挥 他的进度嘛对不对 所以今天是完全人家已经跟你们打脸 国防部已经跟你们法务部打脸了 我完全不用你们的对不对 不用你的指挥根本你并不知道都无所谓 我就直接亲门探户跑到人民的家里去 去搜索各种的资料 这个完全是戒严时期的 这个所谓的警备警种的做法 他这样做有没有违法 我们已经在调查 但是什么时间以前要把资料移送给检察官 这可能要看学期的 那我们再来问国防部 依照你们这个今天所发布的这个声明呢 说国家机密保护法呢 在2003年实施以后 依照规定两年内 没有依照权者重新核定及解密 所以一个解密的东西 你们如何用一个所谓的妨害秘密罪 用一个所谓的账务罪 然后就按这样的一个罪名 就可以去搜索 去扣押甚至询问 这根据是什么 这个具体的个案 国防部有发表 到声明上配合地检署做权力的侦办 好 你们配合地检署去侦办 我们并会认识 需要很多的疏失 是 OK 并请监察院来主动来介入调查 OK 好 请监察院尽速的介入 OK 那请两位回去 那也请司法院回座 那法务部再请教一下 就是今天关于这所谓的 公职人员利益回避法的这个部分 那固然这一次是一个 非常重大的一个修改 但是里面其实会牵涉到的几个条文 一个是所谓的 这个对于利益的回避的这个部分 原来是说 用公职人员财产的申报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们觉得太广了 说要把它限缩 可是在这次你们所规定的这个范围 其实一样仍然是 这个满天过海 就是一定一样是这个 非常广的这个范围 那另外一点呢 在实务上也曾经发生过 就是说你们所谓的这个利益呢 到底是 因为利益呢 依照你们的这个第二条的 第三条 第四条的解释呢 就是说要所谓的财产上的利益 跟费财产上的利益 那费财产上的利益呢 又牵涉到这所谓的 就是所谓跟人事措施有关 这个东西 可是这个人事措施有关的东西呢 今天我是我的职长 譬如说我是校长 可是今天我被任命呢 是这个所谓的大考中心的主委 那这种只是一种临时性的 那临时性的时候呢 因为我校长的职责只是牵涉 抱歉主席可以我再多一分钟 就今天呢 这个所谓的临时性的工作呢 那因为其他人的推荐 所以让他的这个所谓的关系忍进来 可是他领的可能只有两千块 但是呢今天呢就说好 你把这套上去呢 这第四条套上去 诶 这个跟人事有关 所以你的人事是不是是一个 长期的我今天我校长 去拼用我的这关系人 然后来担任里面的职工啊 什么等等 跟说我今天只是让他来当 有点办志工的性质的这样的工作 是不是也同样要适用这个条文 报告委员 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相关的一些修正做法的话 好像算是 但是其实这种状况并不容易发生 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说 万一有这种状况需要做决定的时候 这个利益相冲突者 他可以不自作决定 请他的职务代理人来做决定 或者说如果是相关会议的话 他可以在会议中回避 或者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避免 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出现 因为所有的人大家都不认为说 这个是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因为大家觉得那是 那是牺牲奉献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连他的长官依照法律的规定 长官如果发现有阴行回避 而没有回避的情况之下 应该要命令他去回避 但是长官呢也没有提醒 然后甚至呢整个事情都办完之后呢 才回过头来来追究说 你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亲人呢 来担任这个所谓的 一天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协助的这个工作 那这种情形 是不是也就造成 因为他可能只赢2000块 但是要原来是要花了 这个所谓100万 那当然你今天把它降为10万 2000块跟10万块 我想那个也是不符合比例原则 报告委员 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合理 所以我们才会在第14条里面 定了很多除外的规定 那这个除外规定里面有一个 第一项第五款 说一定金额以下之交易 委员刚刚提的那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类似这种状况 就是说他其实是很小的金额 不牵涉到什么利益冲突的问题 那是不是我们在文字上面 是不是已经包含进去 或者说还需要更明确把它包固进去 我想这个都可以讨论 好谢谢那我们主条的时候 我们再来讨论谢谢 好谢谢 来部长请回 我们接下来请黄伟哲委员 黄伟哲委员 黄伟哲委员不在 接下来请林德福委员发言 时间12分钟